好,現在是7點3,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 Level 3 的 Demo Lecture 和 Information Session 我是 Carl,會負責頭兩部份,講一下 Level 3 的課程和 Demo Lecture 跟著我同時會講一下課程的結構 這個背景,我在 2006 年 Joint Captain 教 CFA 都差不多20 年時間,香港少數老師都教了三個 Level 我除了在 Captain 教 CFA 課程之外,我一直都在 Market 裏面做 Partitioner 我在 2010 年去到 2018 年做 Hedge Fund 近幾年就做 Perfect Equity 所以這些項目,其實 Level 3 都是有關的 所以我除了教 CFA Level 3 之外 很多時候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經驗 所以今天有三部份,我負責頭兩部份 這個就是 Level 3 的課程大綱 我不詳細講,只是想大家明白 對我來說,CFA 分成兩部份 CFA Level 1 Level 2 就是一個 Unit Level 3 是另一個 Unit Level 1 和 Level 2 講的就是 Valuation 如果大家記得,在 Level 1 和 Level 2 其實最後就講如何 Valuation Equities Fixed Income 和 Duratives 房地產 這些 Asset Class 那 Level 3 則不是說 Valuation 那是說 Portfolio Management 所以,這裡雖然說有 Asset Valuation 其實是不太對的,只不過 所以在 Portfolio Management 裡面 它就 involve 回那些所謂 Equity, Fixed Income 和 Duratives 所以 Focus 其實不是 Asset Valuation 是怎樣用 Equity, Fixed Income 和 Duratives 去建立一個 Appropriate 的 Portfolio 這就是 Focus 來的 那在 Portfolio Management 裡面 就有幾個比較大的 Topics 第一個就是所謂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這裡可以看到 在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裡面 重點就是 明白一些投資者的需要 到頭來你都是去 創造一些 Portfolio 去滿足一些投資者的需要 所以我們對投資者的需要 是需要了解的 特別是針對那些 例如一些 High Network 的 Individuals 亦都要解釋他們的需要之外 就要解釋一些 Biases 很多時候他們跟你說的 和我們想心想想的 是不一樣的 甚至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以為自己是這樣想 但實際上他們內心裡面想的 又不一樣 Behaviour Biases 就是 Levels Break 一個主題 另外就是 比如說稅 稅也是一個 Level 3 的 Topic 然後說完 Individuals 之外 就是 Institution 因為我們都會做一個 Demo Lecture Based on Institution 除了 Level 3 除了說到 人的需要之外 就是機構的需要 這裡留在 Demo Lecture 會詳細說的 另外就是 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和 Exit Occasion 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就是怎樣去建立一些 asset class 長線的期望 例如我問大家 你對港股怎麼看 我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是說未來兩三年 是比較長線的 是十年、二十年 因為你沒有這個期望 的話 你是製造不到 Portfolio 出來的 Portfolio 構成裡面 是需要這些 Input 的 當然不是港股 不單是港股 就是美股、A股、日股、歐洲股票 那樣 除了 Return 之外 亦包括了 Extendivation 就是 Risk 的 Expectation 然後就會把這些 asset class 放在一起 Create Assets Allocation 就是換句話來講 首先Create Extinction Frontier 上面找你 Optile Portfolio 其他我暫時不說 簡單來說 我們看到 跟Level 1 和Level 2 分別幾大 1和2是說 Valuation Level 3 主要說 Portfolio Construction 和 Maintenance 在Level 3 由於月過了 我們現在的課程 是 Assume 大家考了 8 月的考試 如果8月考不到的話 那就去到2025年考 OK 去到2025年的時候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那麼Level 3 的考試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設計 是會大改變的 那 Particular 是分了三個 Streams 包括了 Power Wealth Management Power Wealth Management 和 Power Market 所以我們現在的課程 現在的2024 就是2024課程 和過去幾年分別不是太大 但是到2025年 改變很大 加上2015年 也有一個 加了一個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這個也是以前沒有的 如果大家知道 今年Level 1和Level 2 已經加了一個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那Level 3 就是明年會開始的 但是 CFA 的網站 就不是太多資料 關於這個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我暫時都不能給大家很多資料 但是Level 1和Level 2 的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包括了Python Programming 包括了 Data Analytics 包括了反映槍模特兒 那Level 3 就有什麼 Practical Skills Module 我暫時就能回答到你了 我暫時 這個就沒有太大 其實我覺得不太有利 放在這裏我照說 基本上沒有限考幾次 三個 Level 都是 你可以不停考都可以的 但是當然 這個就不鼓勵大家不停考 這個對大家的心理健康 不是太好的 那 只不過呢 就是說 咦 不是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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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最多考六次 以前是沒有限的 六次 六次考不到 我勸大家不要考 那就是 那就沒有太大壓力 那就沒有太大壓力 那只不過是 時間是沒有限的 兩年考一次 就只能說到大家 那 這個我講一講 那三個 Level 其實 考試形式都不一樣 那如果大家知道 Level 1 的話 和 Level 2 所謂的 Multiple Choice 那 Level 1 呢 就是 那些題目 之間沒有什麼 connection 就是 individual question 來的 那看起來TO Level 2 就選出了壹件 item set 那 joan 那就可以給了一個 Background 讓大家給例子 到jrmc 那這就是 Level 2 這個 set的形式 也一起左右 playthrough到 Level 3 所以 Level 3 仍然是 item set的考試形式 那實際劉務 那另外加了一樣東西 意思是 這就是 himsets 也給大家一個 Background 就可以問一些問題 大約寫些東西 那 sob 那近兩年 相對大的改變 很久以前,早上就考試問,下午就考M.C,即是Item Set 一般同學,因為Item Set 基於M.C,三個答案裡面是對的 加上Level 2考過的形式,所以基本上同學都對Item Set很舒服 所以通常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完成Item Set 都會準時,完成Item Set 完成Item Set,即是Session 2,或者是下午Session 但上午Session,因為SA Question,大家要寫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很多時候,特別是香港同學寫很多東西 例如莫同年分的,我們香港的一句話 所以到了AM Session,即是SA Question,很多時候考不夠時間 所以是很不平衡的,第一個Session就不夠時間 第二個Session就有很多時間剩 其實是CFA的傳統來的,不只是香港的安全誓 去到去年,CFA做了一件事,就將這些Item Set和SA Question混合 所以你可以假設是梅花間足,一條SA Question的Item Set 這樣下去,上午下午,或者Session 1,Session 2 總共有五至六條Item Set,五至六組的SA Question 你可以假設這件事 我覺得是比較好一點的,因為呢,令到考試比較平衡 就不是像過去那樣,即是第一個Session 就很趕很趕,第二個Session 就時間太多,現在就避免了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設計來的 這個Passing Rate是Level 3,大概四十幾% 疫情的時候就跌到很低,但現在正常是四十幾% 所以是比較合理的 去到大概五十%左右,這是比較合理的 好,這裡講到幾個key challenges 我想講幾個point 有些point我都不太合理的 第一個point,就是這個 不如說這個容易先講 時間管理 我也講過一下 如果是Item Set的話 一組就四條MC 每條MC是三分鐘 如果大家考一個Level 2 都會明白那個rhythm 所以一般同學都完全沒問題 考一個Item Set 但是Esset Question 在這個地方是要寫東西的 你寫東西的話 如果你想得不清楚 或者你心三心兩意的話 寫完之後再寫一次 寫完之後再寫一次 寫完之後再寫完之後 就可以很花時間 由於Esset 你可以寫三版紙 都未必答對 反過來 MC的話 三個答案裡面 ABC答案是對的 所以那個 Asset Question 那個Time Managemen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件事 英文 看看 Writing Skills 可以困難 我覺得香港沒有大問題 反而我覺得 不是英文技術的問題 是很多時候 怎樣看題目 明白什麼 以及怎樣回答題目 那些技巧是重要的 我都講過 如果MC的話 三個答案裡面 就是正確的 但是你問一個問題 你 either interpret 了題目 他問A 你答了B 那或者你 題目 understand 正確的 你知道他問A 但是你答了另外一些東西 就不是他想錄課的東西 那你都拿不到分數的 那這些都是 我覺得未必是英文問題 是很多時候 你對題目問了什麼 你不了解 那這個跟你的課程 要不要了解 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課程 你大概知道 想問什麼 如果你不熟的話 就要猜 他問什麼 那最後呢 就講 perfirmation unfirmation territory 那我覺得這件事 在香港 絕對百分之百 是100%正確的 我總是100%正確的 就是 難聽說句話 香港 如果大家看報章 看傳媒 看電視 看電視 就講過股的 普通經常講過股 慢慢問著股票 經常講到 但是對投資組合的管理 就是很多的概念 我覺得很多人都太糊塗 都是完全不認識的 都是 所以香港就是一個 很講國股文化 買什麼股票 買什麼股票 但是怎麼構成一個 portfolio出來呢 怎麼能夠去 那些objective 這些我覺得 一般人就不了解 都不認識的 香港人都不著重這件事的 很多人 MPF 完全是太糊塗 我都跟很多人談過 就是 完全是 unbalanced portfolio 這些 所以我覺得 香港這個環境裡面 就太著重過股 但是對其他 對portfolio management 除了asset class 其實真的不是太了解 香港對bonds都不了解 其實是 OK 這裡可以自己看 我不花時間說 我們課程裡面 除了revision course 還有asset workshop 是幫助大家去 improve大家考試的技巧 這些就是 我們去到上課的時候 會再討論一下 我以下時間 做一個demo lecture 可以大家判斷一下 Level 1 和Level 3 的分別 OK 我選一個 topic 就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所以基礎投資者 基礎投資者在Level 3 裡面 就講幾類 第一類就叫pension plan 第二類就是endowment foundation 第三就是保險 包括life和non-life 四個銀行 這三類裡面 這四種institution裡面 你可以分成兩個大陣營 pension life insurance 和銀行 就屬於alm 就是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如果最簡單 是Level 2 大家學過 如果你是一個pension plan Defined benefit plan 當員工上班的第一天 公司給了librity 給你的員工 公司就投資 asset去meat 這個librity 所以有一個librity 也有asset去meat 銀行本公司 都是大同事業 今天你萬分保險 在本公司來說 都會給了librity 本公司就收你premium 去invest錢 去meat 這個librity 中間希望賺了profit 所以這類投資的institution 我們叫做alm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Foundation endowment 我們叫做asset only 基本上 在這個會計裡面 沒有librity 他try to invest 去meat 某個return objective 7% 8% 9% 那樣 沒有一個librity 所以就分成兩大種 繼續講pension plan pension plan 如果是level 2 大家都學了 也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define contribution define contribution cfa level 3 基本上是不考的 雖然是在sibis 因為 過去的20年 我看過一題 問我一次 之後都沒有再問了 Define contribution plan 亦都是香港人一般熟悉的 即是你的awson 或者MPF 公司 基於某些formula 就要供款到計劃裏面 即是你的員工 就會按照自己的喜好 做一些投資 投資得好的 投資得好 投資不好的時候 就做得差一點 公司基本上的責任 就等於名字一樣 Define contribution 就是make contribution 一般人 可能是香港1500元 個月 公司對你責任 沒有多沒有少 OK 那 Level 3的focus 就不是Define contribution 就是Define benefit Define benefit 我剛才講過 當你上班第一天 公司便會答應你退休之後 讓你過世 你的promise 對公司來說是Liberty 對你的asset 對公司是Liberty 那這個promise 就是基於一些factor Level 2都見過了 你的年資 你的final salary discount rate 通脹這些input 公司便要投資錢去meat 這個Liberty 這個就是Level 2的主角 這個 有些字眼 Level 3出遠 都會從carry over 從Level 2 第一個就是surplus surplus surplus就是A-L Level 2的surplus 你用這個名字 就叫做funded status Level 3就叫做surplus 所以如果A大於L便是surplus 如果A小於L便是short4 其中一點很重要 就是segmentation the physical focus segmentation 其實嚴格來說 Liberty 都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 就是retired life 有些人退休 退休的話 這班人就會開始 draw benefits 另外一批是未退休的 叫做active life active life 基本上是未退休的 所以未需要draw benefit 出來的 但很簡單 這個概念就是 由於retired life 他們需要將錢出來 加上他們 難聽的一句 那頭比較近 time risk比較短 所以那部分 pension plan 其實take a risk 能力相對低一點 那反過來 active life 時間是長一點 力權小一點 他會多些 risk 所以這也是Level 3 很喜歡問的問題 就是這個比較的 Active life vs Retired life 當然Active life vs Retired life 家家公司不一樣 題目就給你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這個contrast 是一個最考的部分 也考過一件事 就是問到底 Defined plan的objective是甚麼 這個就是objective 即investment objective Generate sufficient return to meet your pension abilities and consistent with growth objectives 即是這句考過的 即是不是你的retired objective 你背了這句話下去 就得到分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一個答案 好 這個也是主角來的 到頭來一個Defined plan 到底Risk tolerance是多少 這個部分是highly qualitative的 就不是quantitative 不用計算的 題目會給你一些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information 你就會做個judgment 到底那個plan的ability 是高還是低 或者反過來 題目就會告訴你 那個plan的ability是高的 叫你justify 為甚麼會高 Based on these factors 第一個就是plan surplus 跟別人一樣 你的network越大 你的ability risk越高 Defined plan plan 裡面 你的network is measured by surplus A-L 所以surplus越大 你的ability就越高 個人來說 你都知道 你income越高 你會取得多點 risk 在公司的level來說 就是sponsor financial status and profitability 那個sponsor financially strong triple A rating 沒甚麼債的 加上連年賺大錢的 這個一定是能夠 那個plan take多點 risk 就是跟別人一樣的 第三部分 就是plan features 講到這個先 plan features 那有些plan 是會容許 那些員工退休的時候 instead of annuity 就拿一個lum sum 香港那些叫肥雞餐 即是說每個月拿些payment 就一次過拿完整塊錢走 那這些 有些plan甚至 也有些inflation indexing 即是說 將來的退休的benefit 是同樣掛勾的 那這些features 都會令到requence 大了 requence 大了的話 也會增加了ability risk word force characteristics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那個公司員工比較年輕 譬如一家start up 來的 或者剛剛成立 那些員工比較年輕 那那個time rate 就長一點 然後那個liquence 就小一點 那這個容許計劃 是多些risks的 最後一點 就是sponsor和fund的 common risk exposure 那我有一個比喻就是 就是 Given兩個公司 一家可可樂 一家是高文 高文 高文 那哪一家的define benefit plan 可得到的risks 那答案就是 co-cola 因為co-cola的生意 所以 跟那個pension plan的表現 是沒有什麼co-cola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 co-cola是一個defensive industry 是一個defensive的股票 來的 所以low a correlation 的話 就令到 risks volume 大一些 反過來 高文 sacks high correlation 的話 risks volume 就會低一些 那這個logic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當個經濟差的時候 如果你是高文的時候 就兩個事情發生著 pension plan的asset就會下跌 同一時間 你的生意也會下跌 變成你沒有什麼能力 去cover shortfall in the pension plan 那換來co-cola的話 income很stable cash flow stable 那是能夠有足夠能力 去cover shortfall 那這個就是logic 好 那另外 那有些東西叫constraints constraints 就是要考慮因素 影響了risks tolerance 剛才我講過 第一個就是horizon 就是投資的期限 剛才我講過 你越年輕的話 投資年期越長 這個對risks tolerance有利的 那另外呢 就越多人退休的話 就會捉錢出來 那這個就能夠下跌 那這個就能夠下跌 那這些就不多考慮 我就不再講了 那講多個項目就完了 那pension plan 在美國呢 起碼在美國 那就是 是non-taxable的 那原因就是公司 政府鼓勵公司 為員工儲錢 所以text那方面 通常考試題目都告訴你 是non-taxable 那都沒有什麼例外 沒有什麼例外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OK 那我要預備的就是這裏 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把時間交給Christy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謝謝大家 不要緊 pall